詹姆斯退役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昔日对手一一到场送祝福 其实主场将作物续席 2028年4月15日 已经43岁的老将勒布朗·詹姆斯 即将上场完成自己职业生涯最后的一场比赛 在前一个赛季 詹姆斯在火人队刚刚拿到自己职业生涯第五座NBA总共军 虽然总决赛詹姆斯的数据大幅度下滑 但是农眉哥却在34岁的年龄 爆发生涯末期的余晖 拿了个人第一座总决赛FMVP 也帮助自己的老大完成生涯最后的梦想 虽然期工程米罗·詹姆斯宣布下个赛季 将会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务 而他也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克里弗兰骑士队 他和骑士队签下一份老将底心 此时已经有成为骑士队新王趋势的布朗尼·詹姆斯 发布失调媒体 欢迎年迈的国王冲回顾礼 作为父子俩合体的首个赛季 也是最后一个赛季 尽管布朗尼场均下27分 7篮板7助攻的数据 但是他们还是距离附加赛仅差一步 最后一场对准活人的常规赛 将成为詹姆斯职业生涯的绝唱 比赛结束 詹姆斯正当比赛重新砍下30分的三双数据 仿佛他从来没有老去过 中场哨声响起 整个速列中心飘满彩带 记者迅速涌入场内 试图拍摄詹姆斯演讲的一手图片 而此时詹姆斯手握话筒 正如当年科比一样 向支持自己的球迷们表示感谢 镜头中 詹姆斯昔日队友韦德 波什 六福纷纷起立鼓掌 而作为当初最大的对手 库里·多兰特 也是出现在场馆内见证伟大的落幕 22岁的布朗尼站在父亲身后 这一天过后 他就让彻底从王子变成国王 作为昔日并肩作战的队友 浓妹哥在胡人替补席已经流下热泪 心里感叹 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 骑士队的老板也出现在场馆 并宣布将为詹姆斯打造NBA最华丽的雕塑 格里夫兰的市长也宣布 将詹姆斯率领骑士夺冠了这一天 设为詹姆斯日 屏幕前 曾经的詹黑也是陷入沉思 未来的NBA又会何去何从呢